音樂 其實我們photoblog中四個成員 創辦人叫Alex 他對視頻有興趣 所以就上網和同學組織了我們四個人團隊 一直寫關於攝影的東西 認識攝影師 分享一些不同的作品 其實這次Movie Movie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的機會合作 Movie Movie選擇的電影 其實和我們心目中想的方向都很相近 也有很多地方 甚至電影和攝影本身主題很有文章關係 今次Movie Movie選擇這部電影 主要是關於荷里活的導演 他們都面對了一個時代轉變 由菲林變成數碼時代 拍電影 其實這個情況和攝影是一模一樣的 攝影主流都是由菲林變成數碼 但其實一直都用很多人爭論 到底菲林好還是數碼好 但其實兩者都各有各的捧場客 也有些人覺得 其實仍然認為菲林好些 有些人認為數碼好些 各有各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荷里活的導演 他們的看法 也能啟發到我們攝影的人 如何去看菲林這件事 我相信兩者都是很密切的關係